世界动荡,美股过去两星期动摘千升千跌,甚至一度跌停时,大家都可说是见证历史,现时全球黑天鹅,灰西牛通地走,武汉肺炎还不救,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更要打石油箭,这两件事都有机会令全球揽炒,而揽炒往往代表世界秩序有机会重整和更替,是一场新与旧的交战。 有人不惜揽炒保住现有势力,也有人正在等一个揽炒机会,趁火打劫,继而上位,以今次石油战争为例子,就是以揽炒为户现有秩序的例子,沙地阿拉伯为保住自己在石油市场的地位,威胁俄罗斯重返减产谈判却,同一时间俄罗斯由因美国,业油岩产业的威胁而拒绝减产,两者就是为了保住现有优势, 结果一拍两散,但揽炒未必是维持现有秩序的最佳方法,万一有任何差池,随时两败驱伤,如人得利被人取代。 历史上有不少揽炒到最后都改变了世界格局,最大获的当然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,结果导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崛起,和入不落帝国的黄昏。 这正是剃造全球新秩序的例子,现在的武汉肺炎都可说是病毒版的全球战争。 可想而知一定有人想趁机上位做一哥,例如争夺世界大型组织的话语权,主导形势,但这世界很多时都时间有奸输。 例如二战俗心国想挑战世界秩序结果输到贴地,所以大家儘管耐心等待,看看谁赢谁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